5月6日艺人袁永宜 人心旗邓丽心旗梁汉文在山顶广场 出席第14届点滴背水瓷山袍活动 小旗几乎每年都参与此项活动 经常全家总动员一起支持瓷山袍 因此对活动的意义有着深刻的感受 其实背水的意思就是希望大家感受一下 偏远干燥的山区 因为孩子们要去生活用水的取得之后 走很久的山路让大家感受一下 希望我们能够帮助他们改善生活水资源的问题 运动员出生的邓丽心也是此时安跑的常客 而今次由于是亲子行事的比赛 因此也就以一个支持者的身份出席活动 希望日后有儿女时再加入亲子行列的比赛 我今天是主要来支持活动 因为今天很多都是亲子嘛 带小孩啊一家人来走的 然后我觉得我自己要留给往后有小孩的时候 带他来参加这个活动吧 余永怡表示遇到儿子到贫药山区体验生活 优衣让他感受一下当地生活的艰辛 看起母亲节期待儿子送什么礼物 亮亮一脸的吹醋样子就表露无遗 应该没什么惊喜也不会期待 因为他可能因为一直以来 我都是一个比较严厉的母亲嘛 所以他好像没什么母亲节的概念 父亲节他有 我们左边 OK好中间 亮亮以为千奇不要心急 除此之外 非法娱乐香港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